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晒照庆祝出道16周年 红衣被影四初恋 言语励志未来可期 5月6日是赵丽颖出道16周年的纪念日 当天晚上 赵丽颖工作室也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一张影宝的美照 并为此配文 录之漫漫 不负所有热爱 前方的风景 可能未知但一定迷人 用信念做支撑 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底气 未来 步履不停 坚定向前 所有美好与爱意 都在下一个转弯 守候着你 一时间也受到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 画面中的赵丽颖身穿红色的风衣 一头柔顺的长发披肩 脚踩着黑色的长筒高跟鞋 在一条僻静的小道上悠闲地往前走 在昏暗环境的衬托之下 赵丽颖的背影也显得相当的撩人 此情此景也美得如同初恋 引人遐想 而赵丽颖工作室的花文时间点也特别的用心 是晚上的10点16分 正好是赵丽颖的生日 而在当天早上的10点16分 赵丽颖工作室也就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一张长途 记录了赵丽颖自从出道以来的感想及思想变化 并为此配文 岁续长意 鱼耳长息 故事后来呢 她翻越陡峭险峻的高山 踏过翻江倒海的巨浪 奔赴到了更远的远方 你问故事的在后来呢 Bosser赵丽颖星辰之下 繁花似己 录在继续 故事还长 在刚刚出道的那一年 赵丽颖就知道没有哪个行业是好当的 但是只要你付出了 就可能会有回报 在出道5年之后 赵丽颖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她会拿着手机录音 念台词 把自己声音最好听的位置节奏记录下来 之后的赵丽颖也凭借着一步步 精彩的影视作品而被大家所熟知 精湛的演技和甜美可爱的形象 也为她圈粉无数 赢得了大家的喜爱 但是赵丽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努力 继续以实际行动诠释着自己对演员 这个职业的喜爱 从中也可以看到她真的是越来越成熟了 如今的赵丽颖也已经恢复了单身 成为了一位单亲妈妈 但是她也依旧积极地营业 也期待着未来的她 也能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影视作品 相信大家也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喜爱她的 《楚桥传》二即将开拍 赵丽颖再度担任主演 网友大赞 《楚桥传》是赵丽颖和林更新携手演绎的一部古装剧 两人当时的CP和是非常的受大众的喜欢 也成为了当时的一部爆火的热门剧 同时还破了花千古的收视记录 两人在剧里的种种行为更是让网友组成了CP 取名叫星月夫妇 《楚桥传》前期到中期的剧情都是十分的吸引人 抓住了观众和粉丝的点 不过到了后期结尾的地方 很多网友表示这部剧烂尾 不好看 这部剧采取的是时尚式的结局 让人遐想 留给观众脑补的空间 那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结局吧 燕群利用楚桥设计宇文月 宇文月沉入冰湖 楚桥跟着宇文月一同沉入冰湖 楚桥 对不起 我再也不要离开你了 我要和你一起播下去 楚桥主动亲了宇文月 简直虐哭了 正因为这样时尚式的设计 让许多观众猜测应该会有第二步 近日 有爆料称楚桥传2正在筹备中 这样的消息放出 粉丝和观众们都炸开了锅 各个激动的不行 官方给出了回应称 楚桥传2将由原班人马出演 部分角色还未给出回应 不过 不管怎么样 小编觉得只要有银宝在 这部剧我就追定了 但是还有很多粉丝表示十分的担心赵丽颖 因为赵丽颖才刚开始付出 又有许多策划活动之类的 当期排得相当的满 不得不说我们银宝为了赚奶粉钱真的是拼了 不过还是希望银宝不要太累 照顾好自己才能有更好的状态 呈现最好的作品给大家 好了 期待楚桥传2的小伙伴们 记得留言评论 谢谢啊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